去年疫情忽制导致德云社停业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 郭麒麟忽然现身当时几乎所有的当红综艺节目 连续录了12档综艺 少班主凭一己之力养活整个德云社 一时成为佳话 虽然后来郭德纲在综艺里开玩笑 说自己没有收到钱 但是大家都明白 郭麒麟也不可能真的不给 毕竟那是他爹 他也是德云社的演员 如今德云社小剧场又因为疫情原因 接连关门停业 目前只有德云社天津分社还在正常营业 不得不感叹一句德云社太难了 但这次不仅仅是郭麒麟一个人在战斗 德云社因为疫情的原因也加速了德云社的多元化转型 相比去年 今年的德云社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如今再因为疫情停业 德云社的收入来源也许有增无减 随着德云斗笑社的成功 越来越多的德云社演员走到了台前 成了各大综艺都非常喜欢邀请的艺人 最近烧饼和上酒溪就一起参加了一道名字叫做 这就是潮流的综艺的录制 展现了德云社人时尚年轻的一面 另一方面 秦潇贤从德云斗笑社以后 更是录制了乐队的夏天 美味夜行侠 欢乐喜剧人 姐姐妹妹的五官等多档综艺 成了德云社的第三位综艺咖 郭麒麟也没有停下来 50公里桃花物 心动的信号都有他的身影 他的搭档颜鹤翔也上了吐槽大会 还有其他几位师兄弟也相继的走上综艺之路 由此可见 德云社今年单单综艺方面 就为德云社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 与此同时 德云社与视频平台的深度合作 也大大增加了小剧场演出的经济效应 如果小剧场无法卖票 开展录播的形式 相信会给粉丝们带来很大的惊喜 毕竟小剧场没法去 但是在平台上可以看到他们说相声 也是非常开心的 除了小剧场演出视频上线 该视频平台也为德云社量身定做了一些 独特的综艺节目 比如郭德纲艺人单角的评书节目 老郭有心翻 这样的创新综艺 为评书这门民间艺术扩大了受众空间 也让老郭自己玩的快乐之余 还带来了额外的收益 除了小剧场和综艺节目方面 德云社在影视方面进步还是非常大的 德云社影视制作公司在今年7月正式挂牌 也就意味着德云社要全力进军影视行业 虽然之前德云社其实也拍了不少电影 但是口碑都一般 经过重新的调整 德云社可以说是有备而来 其中最明显的改变 就是大力启用流量演员 其实从德云斗校社这档综艺 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秦潇贤每次大众评审打分 分数都不低 而秦潇贤到了欢乐喜剧人就更加明显 有个啥欢乐值排行 秦潇贤的数值超过了其他选手的总和 现在德云社开始制作新的影视作品 清一水的都是以年轻流量演员为主力 秦潇贤主演的德云瓦社已经杀青 就等后期制作和拍片了 而孟赫堂主演的北尾陆甲一号已经开机 郭麒麟的坠绪二也在路上 德云社即使小剧场停业以上的三大块的收入加在一起 养活大家应该问题不大 郭麒麟也不用一个人继续扛了 有了这些影视和综艺的作品 相信德云社的名声会更上一层楼 赚的可以说是盆满钵满 除了德云社的多元素发展 还有就是前段时间跟刘德华一起吃了一顿饭 据说刘德华是带着自己的团队来的 毫无疑问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饭剧 坊间普遍猜测两人要有合作了 因为刘德华多年前就表示自己什么角色都演过 但是没有演过相声演员 而且他对郭德纲的经历非常感兴趣 很早之前就在筹备这样的一个剧本 也许这次两人就是要把当初的构想落地了 而这次郭德纲是带着两个年轻演员去见刘德华的 那就是秦潇贤和尚小菊 据说刘德华非常喜欢这两位年轻演员 不排除他们也会在电影中有演出机会 郭德纲自己搞电影似乎总是差了点什么 如果这次真的和华仔合作 也许真的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因为疫情的原因可以说是打很多人一个措手不及 如今德云社多元素发展起来了 也不会像去年一样让郭麒麟一个人扛 相信郭麒麟会轻松很多 德云社再也不需要依靠他一个人养活 你觉得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